大家好,欢迎收看五家财经 以下资讯由五仔个人理财顾问Ivan Sir提供 如有任何理财和退休的问题 都可以在留言区直接联络Ivan Sir Hello,大家好,又是我Ivan 来到五仔这个频道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理财和财经的资讯 想问大家知不知道的士现在排价是多少钱 我上网最近查过,大概是三百多万 如果新界的士绿的 现在跌至二百八十万 从高峰即是六百七百万到跌了多少 所以之前说的,张思敏是不是? 炒的士牌亏了不少 今集说这个还跌得厉害 说的是小巴牌价 跌了九成 惨惨了 现在银行不断收回财款 什么是收回财款? 这个字很熟悉的 这个字很熟悉的 就是Colong 最近公共小巴牌价 由2011年高位是七百五十万 跌至现在 有车行今天最新的牌价 只有七十万 跌了九成 业界近来也有说 银行针对欠债 整个四百至五百万 那些车贷的小巴司机 收回财款 即Colong 不少都断供 被人拖走的车 你说现在这些时势 坐的车这么贵 你觉得没有人坐的车 排架当然跌得厉害 小巴正常都有些光性需求 不是 现在小巴也没有人回财 可惨了 有小巴商会都说 在报纸上说 有车主有十架车 被人修剩两架 更加有些车主 其实十几部车 全部交给银行 惨了 所以小巴业尤其是红车 现在经营非常困难 晚上基本上没什么生意 红数又要加价 人手又不足 生意跌足四成 很多三四成的路线 小巴也要停运 无奈之下 每个人都要汽车 立刻断工 惨了 今集想和大家分析 究竟是什么情况 现在又说 公屋又说要查 那些车主 是否银行车 那会不会有人抛售一架名车 有会不会很多人 想银行车都没有车 小巴究竟这行做不得做 昨天我先和吴仔谈开 这么便宜 70万再买一架小巴 究竟应不应该 今集留言分享丰富 希望大家给点赞 订阅、订阅、分享 吴仔的频道 支持小弟创造三十年八十年 很多投资理财 退休秘金 如果想轻松退休收息 记得看一本新书 多谢大家 之前金管局的总裁余永文 也说过 12月时 跟银行说 如果物业贷款 按揭贷款 出现调整的时候 希望银行 放过业主 放过客户 只要他们安市还款 本身经营业务 没有出现大问题 千万不要调整他们的贷款额度 银行 彩你也有味 基本上银行做生意 当然怕自己蚀钱 之前也说过 试过银行猜错 山顶的豪宅 最后银主盘买出去 也要蚀四千万 震撼全世界 所以现在小巴跌了九成 这种牌价 令银行都心慌慌 小巴的牌价由2011年 高峰750万 跌下来 最新现在很多 都徘徊在100万左右 其中金威车行 今天最新的牌价 跌了70万 高峰是跌了九成 所以很多小巴的重业员 在Facebook专业 都发文指 近日有些银行 针对欠四五百万 那些 怕死李吴文 还要发信 通知要扣押你的小巴 哇 变了他们人心惶惶 天文更加有指 不少车主 就已经无力偿还贷款 一早打算放弃小巴 甚至把小巴 拍在这些交区 拍在这些小巴站 限制他 不费鬼事 请人知道 现在请那些替更 又是鬼色那么贵 还一定要有车牌 不是每个人都有车牌 有这些小巴牌 那你经营一盆生意 都不简单 一位公共小型巴士总商会主席 凌智强 就说 相信 call loan的情况 会继续发生 断工的情况 屡见不善 听闻很多小巴司机 農曆新年前 都被银行拖走了一辆车 部份 十辆车只拖 拖走了八辆 剩下两辆 放弃了几辆 保住两辆 拖住尾 没用 怎样翻山 他都说 小巴 基本上 现在不景气 一来没有生意 二来没有司机 生意就跌足四成 请不到人 逛街拍 又怕被人抄牌 外奴也很蚊蚊 所以 又包住 又要 又要 14000元人工 加上勞保 哇 很不少 你知道 现在一年前 的士排价 430万 现在 市区的士跌到 340万 新隔的士 只有275万 哎呀 所以呢 喂 买的士 炒是否真的很好呢 我上次坐的士 有个的士司机 跟我说 真的很惨 听闻有个人 700多万 跌到400万 没办法 断工 被人收回的士 接着 老婆 现在 真的帮他租的士 帮他 买个单位 帮他 手下 帮他 过着日子 但如果 有个老婆 那么正 有能力 帮你 供一下房子 帮你 如果一个人 要支撑 整盘生意 支撑整个家 这些事情 真的很困难 所以呢 他也有说 红税 小巴收费 由10元 加到50元 这些事情 搞到 过海的 红车 死了 三四成的路线都停运了 除了红车之外 他也希望政府可以加快 这些专算小巴加价 用来救市 否则 不然 你加几毫子都好 没有了 加几毫子都要交到半年 一年 实在太久了 真是怎么救市 所以他说 就算现在 很多业界的人 都说 大部分 很大批车主 都要断工 银行无奈都要拖车 但拖回车 你怎么用呢 收回很多人都没有人要 对不对 拍卖都没有人要 放弃 停车场 又要交租 怎谈谈 谈不定 有认识的车主 都说 十几辆小巴 全部被银行拖走 张汉说 香港公共小巴车主 协进会的总会主席 竟然困难 基本上水淨河飞 银行无生意 港岛更加重灾区 昔日在湾仔落黑道 去潮云山或上水 那两条黄金路线 全部结业 不要说其他路线 以往银行日租四百多元 连同车补、维修费 靠车租 根本无法维持公款 所以 你去复活小巴街 政府当务主席 当然要搞好夜经济 夜奔分 否则真的奔周到你一環 所以增加夜市的活动很重要 早前廟街夜奔分 令生意有少少改善 但这些远水不能近户 弄不成功 现在河洞潮影响到 连潮云这个牌子 一个很出名的车车牌子 都有份 有些小巴司机说 十几架车都要还剩四架 所以五架、六架都要被人拖走 慘了 所以没办法了 所以不要说 Ivan Sir常常说 银行衰 银行是不是也要看一面 但银行呢 现在你收起小巴 也没人要 难道当是废铁那麽买? 没可能 所以真的希望银行也要看一面 让人有接生 好吗? 好了 到我说一说 究竟值不值得 抽这些的士牌子 买这些小巴牌子 其实真的很便宜 七百万跌到七十万 但是 都是说一句 所有东西都要说供求 尤其是现在的士牌子 很多人都说 首期六十一万 汇报成六厘几 能否抽得过 你要知道 香港的的士平均 每天再客量 超过一百万次 但是 1994年 到现在 都没有新增的士牌子 是的 但现在 和以前高峰 七百多万 那些人搭的士的模式 以前记得 九七年前 每个人都搶着排队 搭的士 丢个儿子上车 跟着自己上车 没有这些儿子 虽然现在市区的士 万五架 新加的士 两千八百架 但是 总共这些 万八架 但是 的士牌的价值 都要看回市场 互相供求 你说的士牌 是的 它的拥有权 是属于永久性的 但是 始终都要分很多种的车 你说石油器的车 车令就没有像柴油车那样 被限定了18年的死期 那 用的时候 都没有监管 但是 其实的士也是会折够的 但是 当然 你可以刚才说 换石油器的车 就不容易折够了 但是 你保养一辆的士 这些车款 通常都是封田 那些 皇冠那些 那些零件 成本 都不便宜的 而且 现在说的是 例如市区 新加的士 都有分私人经营 以及经车队管理 托管 这两个模式 找人托管 当然有好处 有很多服务 变成彈性 工作时间 比较容易一些 尤其是现在 周六周日 或者公共假期 现在的每间的士 红一 一定 要减50元 优惠 给奖励的人开工 但是 你要明白 现在的士牌的风险 有几件事 第一件事 有很多白牌车 多了这些 是没有受监管的 影响到 他们的生计 第二就是 一些高息的年代 其实都影响了一些人 工款 多了很多 成本大增 但是租金 反而就会下滑 所以租车比自己 走去供车 自己想清楚 基本上 现在 都是 按照P按照 租车 去供车 大家想清楚 好了 通关了之后 每个人都以为 游客回来 似乎 都不太 没有预期 所以 现在每个都去深圳 玩 还有没有内地人来香港消费 这件事 似乎没有以前那麽厉害 是不是有一定的光性呢? 也不一定有光性需求 所以大家想想车厂和 现在的车保 都很贵 之前都说过 收拾了一间 泰家之后 现在的占底费 都是贵的 你说无事无干 当然是好 但是 万一车主向本公司杀償 之后 有关车主的NCD 即无杀償折扣 就会失效 所以 保费因此而大升 所以 这些的士 保险 通常都以 的士的车主 为 投保的单位 所以 无事无干 千万不要乱 所以 现在的成本都很贵 所以 现在开车 真的 不容易 你说 小巴更加是 我的小巴 折扣又厉害 大家想过 大家想过 小巴 车位又会贵一点 所以大家想清想错 我觉得 买个牌子回来 都未必能炒得起 除非有一天 利息回落 经济好 但你说利息会否这么快 香港会回落呢 我今年就看不到 所以大家 我自己觉得 我宁愿 买一些基金收息 抵消了自己的供款 至少不能供楼 或车 第二 就是 买些储蓄 去保障自己 退休的生活 很重要的 做齐了几件 当然 最好是自己自住的楼 这件事 都稳妥无忧 将来退休收息的生活 更加安享晚年 希望大家终于我今天的分享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更多不同 理财收息的事情 希望大家可以 新年愉快 今年都过过肥年了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